这段靠近第二中环公路 坂丹博兰岭路段高架天桥下的阴暗角落 就是捷福里一家石口 在这两个星期以来的所谓避风港 这一家人沦落在路边 没有四面墙挡风遮雨 没有可以安心休息的房间 车子就在旁边疯狂奔跑 显向还生 这一切的困境是从一年多前开始 那时杰弗里跌倒脊椎受伤 失去平衡感 容易跌倒丢了工作 也从此减破烂为生 直到两个星期前 因为再也无法缴出房租 最后只能沦落天桥底下 在这一家石口里 除了60多岁的杰弗里母亲 还有四名小孩 杰弗里最小的孩子 只有八个月大 最叫人悲伤的是 安邦市议会要求他们明天离开 否则将采取行动 在得知他们的困境后 马华班丹区会主席拿督梁国伟 今天带着一些日常用品救济 并会和当局会谈 希望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 而他也联络了房屋部 希望为他们找到真正的房子 结束参丰速录的苦境